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万泉后成了皇冠 金丝义善官 万历皇帝朱义军的御用纸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 整重只有826克 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 像青纱一样薄透 又如蝉翼般轻盈 工匠是匿名的王者 既已登峰造极 数以万计地缠绕 穿行 盘旋 竟然难以找到接缝 浑然天成 宛如天降神物 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 镂空的龙身 赞克的龙手 对着中间一颗甜丝火焰珠 仿佛只要一声霹雳 就要凌空腾飞 和金丝义善官一同出土的 还有一顶乌沙义善官 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代的皇冠 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 一扇官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 长服着装 组成冠冕的前屋 后山 及折角三部分 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 顶待于至尊之处 皇冠与凤冠 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 十二龙九凤冠 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 王公妃的凤冠 这顶凤冠总重两千五百九十五克 合计五金二两 欲戴其官 必成其重 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官点萃 点萃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 仿若晨光破晓时 星星点点的大海 镂空的金龙 口吐玛瑙 凤冠随着人的动作 鸟鸟停停 金丝点萃 流光溢彩 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 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 凝聚于龙凤二官 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 编织出皇家 制作为皇家 之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